寻求历史答案,走进直播历史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 在古代的故宫中,最常见的就是狮子的造型,狮子是百兽之王,而且在传说中,龙的第五个儿子是酸泥,其长相就很像狮子,所以用狮子来护卫宅邸是最合适不过了。 但在故宫中,有一处的狮子经常被导游告知,不能触碰,这是什么原因呢? 历史上传闻着这样一个传说,相传在清朝道光帝时期,他有一个儿子叫义伟,他是道光帝的第一个儿子,长大后是一定可以继承皇位的,所以道光帝对于他寄予了希望,可是义伟在小时候特别的淘气,对学习功课并不上心,当教他的老师实在不忍心看到他这样,就严厉的批评了他,他不知错,反而放出狠话,我要是继承皇位后,首先就要杀掉你。 而当道光帝询问学习近况时,这位老师一五一十地禀报,结果道光帝非常生气,在招来义伟后,发怒踢了一脚,没曾想这一脚正中义伟的当步,最后导致死亡。 道光帝对此事非常懊悔,在一次路过断红桥时,看到有一只狮子,其样子与义伟死前的样子很相似,两只前爪护住当步,表情痛苦。 所以道光帝让人用红布将其罩起来,并不让人触摸。 后来,此狮子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开来,并改为触摸后就会变为他的样子,让人痛苦万分。 人们也就对这只狮子越来越忌讳,从此没有敢碰触他。